來講對這個武漢疫苗 臺灣國公生肌公司高速度 延發疫苗 說今年的五月 就能進行動物的實驗 讓大家最關心的是 藥廟什麼時候可以掌握 表示藥廟還必須要經過人體的實驗 比較安全才可以使用 不過現在是非常刺激 法規方面不一定有調整的空間 雖然國王直接利用武漢疫苗 環節會用作藥廟 很具體的危險 但是藥廟開發的傷害也要安全 若是可以在法規格技術方面 在就平行 相信可以讓藥廟加速完成